夏天腸胃功能下降 排便不順 其實我們平常常見的山藥跟高麗菜 是都可以幫忙的喔 主廚今天要做一個山藥煎餅 是 這倒是用山藥跟味噌肉醬來做 那我們首先來磨我們的山藥 我今天買到這個很漂亮是紫珊 紫色的 對 紫珊藥 它跟一般的山藥其實都可以 只是這個紫色多一個花青素 那處理山藥的時候 記得要戴手套拌著手會癢癢的 對 那癢癢我自己清澈過 其實用那個吹風機吹也癢比較快 那主廚我問一個問題 如果我今天是買那種比較胖的山藥 跟細的山藥 其實沒有差 沒有差 那就是可能 就像我們人有高癌胖瘦一樣 這才口感是都可以吧 對 山藥都可以 沒錯 像日本山藥它可以生吃 那台灣的山藥其實會建議 烹煮會比較好一點 對 那我們把它磨成你像這樣子 那大家在家可以慢慢磨 記得戴手套 那這邊我們可以加我們的高麗菜絲 對 把它加進去 再加我們的麵粉 因為其實像我們的山藥 它其實是比較糊的 然後也比較軟 所以我們需要一點點的麵粉 來增加它的一點硬度 所以麵粉是要幫它定形成 等一下我們要做的排的那個樣子 沒錯 那如果說你今天的腸胃道是OK 比較不會脹氣 其實加蛋也是可以的 對 因為我今天沒有加蛋 是怕說有些人他吃這個蛋會脹氣 或有些人吃蛋會過 對 沒錯 沒錯 那我們這邊就先攪拌它 然後變成餅的形狀 對 變成餅 我們今天用手來抓 可能會比較快一點點 其實在家裡也可以跟小孩一起玩 沒錯 其實滿喜歡做這種DIY的過程 沒錯 沒錯 全部都變紫色的 對 很漂亮 好漂亮 好 我們現在來開我們的火 那我們今天因為還要做我們的肉醬 我們同時來開兩鍋 還要加肉醬 沒錯 我們用味噌來做 因為味噌其實也是對我們的腸胃道非常好 對 今天我們都是顧腸胃的料理 你需要有一道料理是我幫你炒嗎 可以嗎 不行 我可以支持你嗎 我只是跟你問一下而已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可以當二廚啦 幫你端東西過來 我們絞肉就部分 我相信心裡有在下去 沒有啦 沒有啦 不要這麼客氣好了 再一次交給你好了 好 那我們先來這邊放我們的絞肉 我們小火就可以先慢慢下去 對 就放著 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秋葵對腸道好 但是想問一下韓恩 這邊有弄到山藥跟高麟菜 它對腸道的健康幫助 山藥那個黏黏的 我們叫做黏液糖蛋白 它其實可以護我們的胃黏膜 而且山藥在營養學分類 它是碳水化合物嘛 所以也不要說都一直低碳都不吃 有一些山藥 其實對我們身體是很有幫助的 各式的維生素B群也都是可以的 再來的話高麟菜 高麟菜有ADEK嘛 它其實有一些維生素K 也是可以護我們腸胃 所以我們尤其把它做成肉餅 切得細碎的 你也不會刺激腸胃 反而是又可以護胃的 哇 主說這時候其實兩鍋同時下 我等一下幫你炒好了 但是這一鍋其實就是等一下要做的餅 對 那在我們在壓這個餅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一邊用鍋鏟去把它塑形 那因為其實這個餅的時間 需要長一點點 給我預先做好在旁邊 那這個大家記得 我們就是火轉最小 慢慢的去煎它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先放到旁邊 讓它慢慢弄 那這邊我們同時 我來幫你顧這一鍋 好 我們來做的就是炒我們的絞肉 絞肉的部分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我們把它炒熟 比較沒有技巧性 我可以安心的幫你炒一下 沒問題 只是怕會有點油爆 這樣還好 還好 還好 一點點的甜味 跟炒香 對 沒錯 那在炒的過程呢 我們今天準備的是這個赤味噌 也就是紅味噌 紅味噌的話呢 其實它比較適合肉類 它味道稍微會比較重一點點 有分喔 有 有 有那種白味噌 紅味噌 所以如果你料理的時候 你是要弄肉類的就選擇這種 比較深色的紅味噌 它的味道會比較重一點點 比較適合搭配肉類 了解了解 對 那我加了一點醬油 然後把它放進去攪拌 那讓慢慢的其實香味就已經出來了 有 有 有 這裡好香喔 沒錯 非常的香 這其實也已經很下飯了 對 好 這時候我們給它一點點的水 對 給它一點點水 讓它就是味道整個可以稍微煮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這樣子 好 那最後呢 我們還有很重要 它在收汁這個過程喔 對 我們慢慢煮 其實煮的過程中會讓它收汁 讓味道變得比較濃郁一點點 對 對 那種煮完之後 這時候其實你看我們的肉也慢慢的 快熟了 快熟了 好香喔 其實攪拌它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這時候我們可以加我們的秋葵進去 對 加秋葵除了增加它的黏液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這個橫切面很像星星 對 很漂亮 就是小朋友看到就覺得很可愛 對 那剛加下去 你不會感覺到它有黏液出來 你慢慢煮你就會發現 你的湯汁是越來越濃稠 越來越濃 好棒喔 沒錯 沒錯 是 這樣子我們把它炒一炒 沒錯 要炒到有粗芡汁的感覺 沒錯 你看像Pubos加這個太白粉 會比較就是對身體不好 對 其實我們用天然的這些食材 來增加粘稠度 那我想問一下 這邊的餅到什麼狀態 其實叫做煮熟 煮熟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 第一 我們先把它翻過來 這樣子去看 它的顏色是很漂亮的 對 再來就是 因為你看這個是生的 它在這個軟度 對 軟嫩的 對 那如果它比較熟 它相對會比較硬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用小火去弄 那如果說真的 萬一 老師 我煮完還是沒有說怎麼辦 沒關係 就回去再煎一下就好了 再回去加熱其實就可以 沒有那麼講究啦 沒有 自己吃OK的 那我們現在我們湯汁弄好 最後把它淋在我們的餅上 我們再到料理 這樣就完成囉 嘗嘗這道山藥餅味噌肉醬 拌入高麗菜絲的山藥餅 淋上香濃的味噌肉醬 富含膳食纖維和維生素 幫助你整腸互胃喔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表達對我們的支持